1975年港姐冠军张玛丽今年已经70岁 当年参选级入的她在出道5年后 与河东家族成员李小龙之兄 天文台前助理台长李仲琛 两人育有一对子女 过在1995年离婚收场 李仲琛更在2008年逝世 而张玛丽2012年与现任丈夫于文平再婚至今 最近张玛丽在交往宣布容生婆婆 今日在FB贴出抱着出世值得5的外孙子 笑容相当灿烂 张玛丽今日在FB贴相留 感谢天赋恩典孙儿Oliver的第五天 谢谢Uncle Auntie们一直为Oliver和的妈咪平安健康祈祷 明天开心回家了 相中见玛丽抱着外孙笑容灿烂 直得5日大的Oliver体型依然小 虽然是初次见到 但趴在外婆张玛丽身上睡 相当安心 不少粉丝都留言恭喜张玛丽容生外 祝福Oliver快高长大 健康喜乐 心情大好的张玛丽佐 于社交网新进行直播 身为基督徒的她留言表 满心感恩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富神在的恩 大访分享容生婆婆的感受 张玛丽在直播中显非常兴奋 你见到Merry风骚都知灭事了 我终于做婆婆了 星期六晚抱孙 一路都未有机会递个孙 因为那度好终于两公婆 自己玩晒 哈哈 所以离六到礼拜一都未有时间递 今日礼拜二朝早我 于见到个孙了 张玛丽大赞孙子好可爱 珍惜好意 好得意啊 张玛丽直播期间正与好友聚会 她拍摄桌上美食笑说 我珍惜时的落啊 你递瞎我 己多也 她又兴奋宣布孙子姓名 那度原来生作离先改名 最后我被告诉取教 Oliver张玛丽更表示正外孙子改中文名 我祝凯 爱 那滴都己 她又 别感谢粉丝的祈祷 张玛丽早年受访曾透露大 在外国完成机械人博士课程后 将所学运用在 聊上 继续研究工作 而女儿则嫁给法国飞机工师 在外地建立幸福家庭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今年游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